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校長 中國農業農村部負責人 日前就新公佈的國家速禽遺傳資源目錄 回應記者提問 對於養殖野生動物善後處理表明立場 要求各級農業部門為受影響的農戶 做好調整轉型的工作 彭伯評論文章指 禁食野生動物無用之而是特殊情況下的產物 最直接的原因是為防範野生動物原性疫病的風險 捍衛公眾健康安全 除了公眾健康安全之外 禁食野生動物本身亦是對生命價值的尊重 評論認為 禁食令是人類用對待動物的方式 認證自身的文明及進步 動物權利亦是人類權利的延伸 對於名錄上未能覆蓋的動物需要善後處理 對於養殖戶來說就需要退出機制 善後和退出並非無關重要的後續情節 如何落實決定立法和執法的程式 儘管野生動物養殖可能與流行病相關 但此前的野生動物養殖 總體上有足夠時間來調整 退出和善後 文化變革是長期觀念進步的結果 依靠的並不是雷麗風行、勒令禁止 在動物的權利和福利保障是如此 在其他領域可嘗不是呢?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發表520演講後 大陸對台仍然堅拔老張 但就未見地動山搖 兩岸仍然為彼此留下一道逢隙 有評論認為 兩岸應該好好利用這一道逢隙 撐起這個有利和平、綜合的緩衝地帶 台灣交通部發放10月1日 恢復兩岸客運的消息 顯示兩岸協調管道仍然運作 而台灣政府亦有誠意維持交流 台灣旺報社評說 蔡英文的520演講未再有刺激大陸 反而重新對兩岸和平穩定的期待 但口頭上表達善意 不如由從善對待台商、陸配和陸生開始 以陸生為例 他們仍然在學 政府應該提供必要便利和平等待遇 民進黨更應該停止炒作事件污名化陸生 文章說 處理兩岸關係不外乎情理法三個字 在情的層面 蔡英文政府要改一改過去四年對大陸民眾的冷漠和冷淡 在你的層面 大陸應該反思 蔡英文為何能以817萬張選票連任 大陸應該心平氣和 以理覆人地與台灣社會溝通 拿出具體的政策 令台灣人願意與大陸心靈契合 至於法的層面 兩岸應該適時啟動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 台方可向陸方承諾修憲不涉及兩岸定位 陸方亦可承諾不會動武 台灣第一季經濟保持增長得來不易 但今年面臨的壓力 除了疫情更加多是來自政治戰略層面 包括台海局勢、中美角力等 台灣經濟經不起折騰 蔡政府第二任期應該定位為聘經濟團隊 如果再將抗中保台等意識形態當作施政重點 只會令老百姓日子越過越苦 文章結尾說 因疫情與政治因素而停滯倒退的兩岸民間交流 和經貿合作必須盡快恢復 民水降溫、民間會亂是兩岸雙方共同的迫切責任 今集就講到這裏 再會